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这两天,关于湖北原省委书记蒋超良到底为什么被免 以及一月份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看到原卫健委专家组组长李兰娟院士出来讲了些话 那么主要呢,实际上也是为自己邀功平好 他的讲话被发表在中国卫生杂志上 这个中国卫生啊,就是中国国家卫健委的官方杂志 他在这里边呢,主要就是讲当时的一些细节 那么卫健委到了湖北考察以后 是李兰娟声称他本人亲自打电话给了上一级领导建议武汉封城 那么后来这个建议得到了采纳 但同时这里边也提到了一些细节 那就是卫健委专家组到湖北的时候 没有见到当地的主要领导 比如说省委书记省长都没见到 那么这个从某种程度可以说明 为什么脚长梁后来被免 因为他确实当时的情况不明 底下的这些人呢,也有一定的程序才把这个信息啊 传达到了省长省委书记 那么从目前李兰娟院士披露的这个情况看啊 当时都直接绕过了湖北省直接向中央反映中央感觉到这个事情严重才采取的这个非常规手法 他直接尽快的宣布在武汉分了成 那么脚长梁到底冤不冤啊 从某种程度来讲他当然不冤 因为你作为这个啊 湖北省的一把手 那这个事情发展到这个程度给全国给全世界造成了这么大的被动 你当然难辞其咎 那同时我们要讲一讲啊 蒋超良本人很可能啊 他也是这个中国官场文化 甚至是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的他的牺牲品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先说后面这个话题 中国传统文化里面 因为中国的这些大领导他们是见过世面的 尤其是做到省委书记这一集的 那据中组部还有有关这个专家的这个研究 中国培养一个省委书记 那是耗资巨大 要在不同的地方转任不同的部门 要干很多实际工作才能升到社会数据这个级别 当然了后面也必须得有某一个派系的支持 比如说这个蒋超良就号称是江系的人 是不是啊 那么现在这个情况下 蒋超良他当时为什么没有能够第一时间由他来做出反应 反而落入了由中央下令的这样一个被动的局面 那么有这几方面的原因了 那么传统文化呢 主要是指他也比较了解中国卫健委的这帮所谓专家 他原来听他自己这个省里的专家可能也对情况基本了解了 觉得这个情况啊不乐观 但是啊没准能控制住 那国家卫健委来了这些人 呃又能怎么样呢 更何况啊所谓的这些专家你比如说我们拿李兰娟本人来做例子 李兰娟事实证明他的这个专家水准也是要打折扣的 那比如说他竟然拿在体外实验有效的一些药品来推荐给全国 可能啊大家分析起来主要就是第一时间活起来的是人家当地的这个啊武汉所啊人家推荐了双黄联什么的那当时全国啊几个小时之内全网卖光了赚了一大票李兰娟看着这个有点眼红所以他就跳出来说用哪两味药也能治这个毛病 他说一个叫阿比多尔一个叫达鲁纳维这两个药啊据海外的著名打假人士也是非常专业的人士密西根大学啊好像学生化的博士啊方舟子先生他说这两个药就是体外细胞实验就就有作用就敢推荐这也太离谱了啊还直接用于临床这体外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也做一点科普体外实际上你拿肥皂拿这个消毒液洗洗手也能洗掉这就是你把你把这个相关的这个想要杀掉了 这些东西你跟他放在一个市馆里面他当然能杀掉但是你吃到肚子里以后能不能起到相关效果这是十万八千里根本就疯马牛不相及但李兰娟院士啊也啊竟然把这种东西拿出来说可见这个所谓的卫健委专家组啊也比较稀松没有这么高的水平蒋书记啊他可能是了解的所以他对这种人也不太重视啊这就是一点那还有不重视的一点那就是不但省委书记省长没有见他们连市委书记市长都没见 他们只有乌建委自己的体系里边的这些相应的对口单位进行了接待进行了相关情况的反应这说明了怪不得他们这叫级别不够因为你一个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的组长 算什么没有什么正恩八经的行政级别如果卫健委国家卫健委来个副主任来个主任那可能啊当地我认为至少应该出了一个主管的副省长 副书记来进行接待才比较合理那个否则的话这不成了体制不允许他这么做那么这个事情比如说文件传到了湖北啊 啊说是谁主任主要来了这边接待的是谁那么中间的人员自然比如说办公厅的啊这个湖北省办公厅湖北省委办公厅自然就会安排相应级别的啊这个部门出来接待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他们派啊湖北卫健委武汉卫健委进行相关情况的沟通也是完全符合这个规则的啊或者说这叫一种潜规则那说到这个呢我认为这是蒋超良判断失误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因为他太按规矩走了 我给大家举另外一个例子更能说明这个问题这个著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啊清华大学的这个何伟方先生在他的相关文章里他曾经写过非常有意思的一些细节当然他写的不是湖北他写的是山东他们啊清华的法学院和山东啊有一个联合培训的一个项目要要启动了也还有个大网站配合当时是一个巨大无比的项目本来说好了那是清华法学院的一个副院长啊去出席这个啊活动 那么山东省啊会派一个呃省委副书记啊出来一块捧场啊开发布会嘛对吧捡个彩啥的但是啊当时因这个清华大学的这位副院长临时有事去不了了那当时他们就决定让何伟方顶上去何伟方当然是全全国之名甚至全球之名的著名的学者是不是啊那从新华的角度来讲那派何伟方去绝不意味着我们对这个事情就不重视了反而可能是更重视哎这时候有一次的事情出现了 山东省委省政府赶紧打来紧急电话啊说不行你这个我们安排好的原来是省委副书记出面接待清华的这个你们这儿的副院长或者是副校长 那你现在突然来了个学者我们这儿没法接待啊我们这儿派哪个领导出来呢如果原来还是派原来的领导一个是同行的笑话我们你们山东省怎么安排的另外领导也不高兴啊那我们这工作不就白做了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何伟方可能他们我记得印象中啊啊他们还是这个呃派了另外一位有行政级别的领导去参加了山东省的这个仪式所以综上所述级别文化啊中国官场里边的级别文化官大半级压死人啊就在这个地方重新体现出来了 也是在这个时候啊起到了一个灾难性的作用如果啊坦率的说啊当时蒋超良还有省长他们没有呃有一点这个叫think out of the box有一点超出常规的思维你就知道啊国家卫健委这边人来了可能有大事啊他就应该第一时间来亲自啊听取相关的汇报然后做出决策如果这个决定是由湖北省做出的那这当然就情况就不一样了那你有机会将功不过啊等中央宣布了 你再来搞哎黄花菜都凉了你怎么弄都是一个补救的花怎么弄都是一个擦屁股的花啊中央不高兴人民群众不高兴广大的医务工作者更不高兴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他们这个谁啊这个蒋超良下台一点都不冤但和他的这个专业经理里边他原来是搞金融的啊那么现在呃弄上省委书记这个这个职位 对这种错综复杂的层级很复杂的这种行政管理他未必有这么在行所以这也是他就各种因素的结合我们套用一句话叫这个湖北的小气氛和全国的大气氛相结合一起出现了这么巨大的偏差和失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一点也不冤 那么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也是和国际民生密切相关的也更是和众多影迷直接相关的信息那就是中国的电影院刚刚恢复营业又被下令关闭了 那么这是源于中国的国家电影局27号晚上昨天晚上啊突然下发的通知要求所有影院暂不营业已经停止的已经开业的停止具体复业时间另行通知你看连一个时间点都没有那么有几种分析哈一种认为是说啊呃现在停业也是为了照顾电影业行内人士如果你开业了以后放放不了或者是呃观众人士不够对行业会造成打击啊我估计这个原因啊可能有但只占1% 更重要的原因我认为啊那很可能是呃内部的情况显示很多情况有卷土从来的可能那么现在啊正是这个抓人心抓信心的最关键的时候比如说啊要复工复产要怎么怎么样搞大基建这个时候啊如果再出现了大规模的群聚性的这种情况的发生那就没法交代了对国内对国际都没法交代而且很多情况下最容易发生的呃这种情况的场景那就是看电影啊 因为电影院人数相对较多他跟卡拉奥克也这些地方还不一样对不对那这个影响一旦发生那是非常非常啊这个危险的那么另外一层因素呢那就是在这些管制体系里面啊啊中国的国家电影局啊历史于广电总局在底下的啊他是在所有的部门里面是最左的一个他是宁愿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宁愿左一点但也不愿意让自己这个部门啊出问题 那么我们看看以前的一些这个例子啊比如说啊有一段时间电视剧啊竟然跟各个编剧打招呼啊如果什么什么样的题材你要做成什么什么样我们就不跟你通过你就白拍了所以那个时候电影界的这个创作人员都金若寒蝉 比如说啊四十九年以后啊这个动物啊电影院的影视剧里面动物啊不准成精然后啊小三不准成为这个正房不准成功不准渲染小三和其他人的极度幸福那么还有一些情况就这个更有意思了啊比如说这个手撕鬼子这种抗日神剧这都是在国家电影局和这广电总局的领导下啊出来的一些奇葩作品但是哎这里边的诀窍就出来了那即使这么二啊网民忘了月痕哎 中央越喜欢因为很多时候他们做这些都是给中央看的所以这些年最近一些年我们看很多各行各业比如网信打倒了卢尾这个很多人都打倒了但是啊广电系统没有救出多少人了可见中央对他们的这种老百姓虽然骂得很狠但是中央还是比较高兴的那么从这个角度讲这个广电总局也是发挥了这个形式的这个优良传统啊你遇到什么事不管是什么事都是宁左 不左勿右宁左十分不左八分那么这一次他们悍然关掉了全国的电影院这也是我估计也是寻找的这个思路来的那就是让上边放心或者是再出问题的话一定不能从我这个行业啊出问题否则的话乌纱帽难保另外啊这两天有另外一位新闻人物引起了大家的非常大的关注那就是曾经和中央电视台CGTN的女主播刘欣隔空啊两个人辩论的这位Fox News的啊 Trice Reagan大家把他叫做翠西他呀最近因为呃一个严重的失误被啊Fox News解除了合同双方不再合作他就离开了啊实际上我认为就是被开掉了啊因为西方比较政治正确比较客气的说法就是双方分手哦那么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在呃中国这个情况传到美国来以后他一直和川普总统保持高调的一致他认为啊这个就是民主党搞出来的呃又一场这个弹劾 合战的一部分就是要搞川普不能总统实际上情况没这么呃危急那么这个情况发展到现在一看他完全就是个判断失误吗或者完全就成了一个呃呃宣传工具那从这里上来讲啊Fox News也必也必须尽快和他切割否则的话那你这个在观众里面你这个收视率你这个美誉度都会大幅的下降所以在这个时候必须让他走人那也就没办法了由此可见啊这个流星和 吹死他们做这个工作啊还真的是不一样当时他俩在对掐之后还网上还有很多的舆论 认为哎呀这是双方的舆论宣传工具在对家因为呃央视是共产党的工具这个Fox是共和党的工具啊一字之杀共和党对类共产党那么但现在看来他还是多少有些不一样因为在呃美国这样一个自由的呃媒体市场里面你终究是个市场化的企业你做的太离谱了不管你原来的政治倾向的观点是什么你做的太离谱了啊这个呃任何人都照不住你 你就得走人像吹死啊这个就是这么一个明显的例子但是如果同样的事情我们看发挥的发生在中国发生的央视呃央视自己也号称信党但是 很多事情他们播出来以后对党并不利也没看到他们处置相关的人员比如说这一次他们八家媒体一起污蔑啊这个啊一开始的那几名吹哨人啊到目前为止也没看央视处理过谁啊这个这都是完全正常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刘欣讲的那些东西有多少是真话啊可以说80%以上都没什么真话或者说他都最多只是一些事实上有些依据但是不平衡不嗯不客观也并没有反映出另外一方的这个基本观点啊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当时他和在吹死的辩论里边啊讲中国的国有企业呃怎么怎么怎么样也没什么这个中国也没什么偏袒的措施啊美国企业在中国赚了大钱啊 你们怎么不问他去到底对他公不公平啊这都是两码事就说美国企业在中国可能确实是赚了大钱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就对他们的一些不公平的措施对一些啊这种啊这个两面三刀的一些措施双重标准就可以说得过去啊但是央视就把这些道理拿出来讲啊这个同样就像他们跟外交部的思路是一样的 你看耿爽辈也说了吗说啊美国如果真的对自己的体制有信心为什么还要怕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你看这完全是两码事那个就像有人举了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有人说啊你不是号称自己是美食家吗啊什么都明白那你们怎么还拒绝吃屎呢对不对这都是一样的道理啊但是这这个基本的这个不符合基本的这个道德要求也不符合基本的智力要求 选择二的这种说法在中国的外交人员和这个啊大台主播里面竟然唐人皇之的丝毫不足羞耻的啊那个很自豪的说出来真的是离谱我记得当年啊他们俩辩论以后啊刘欣还跟tracy说啊你下次什么时候到北京来我带你转一圈啊I will drive you around的说是那么现在他已经失业了啊他会不会到中国去我们也不知道但刘欣啊你扪心自问你这个主播跟吹水比起来你真的这么啊 他人皇之嘛你这么真的这么良心一点都没有不安吗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将来我们再看到这种主播跳出来大言不惨啊说哎双方都是宣传工具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看看人家这个宣传工具做错了仍然要负责仍然要担责仍然要承担后果请问央视流星你能承担什么后果你承担过什么后果啊那么说到这里我们再来看一个媒体的案例媒体误导刻意宣传的一个案例那就是啊在 把这个事情想甩锅给美国不成功以后很多人啊又在甩锅先甩给意大利那么我们看到英国泰晤士堡今天专访了意大利的一位著名教授这位教授啊就是这方面的专家啊他的名字叫雷姆齐但是他为什么要采访他是因为中方媒体啊根据他的接受媒体采访的一些表现说这位专家说这个东西很可能啊是从意大利起来的这位专家目前 严肃的啊接受泰晤士报的访问认为啊这是中方曲解他的刷法叫推出就是拿的拿他的话呀像像这个炒豌豆一样在锅里炒来炒去炒出来一盘他根本自己都不认识一盘菜他根本就没这么说过他的原话是说啊他在去年的12月甚至11月底啊他们在意大利就已经发现了一些老人啊有这个症状然后得出的结论是这很可能意味着在中国出现这个之前 甚至是在意大利之前这个东西就已经存在了很可能就已经传过来了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这个东西是从意大利传出来的那这个中方我们看很多中国央视新闻客户端中国新闻网等等等等他们都啊这个把它描述成了啊意大利人自己说是从意大利传出来的实际上人家专家根本就没有这么说因为他在接受啊这个泰国时报以及美国的 公立广播网的原话是说啊他只是强调啊这个东西的传播路径啊在意大利和中国之前很可能就有但从哪儿来的那么他这个呃再次肯定毫无疑问是中国来的这个这个是东西是大学教科书级别的一个例子显示出啊出于科学的这些资料啊可以因为宣传目的而被操弄啊这个都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例子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国会以及国务卿这些人 都要全力以赴的去要展开一场信息的反击战否则这个全世界的舆论要被中方的这些媒体给搞的啊七昏八速就没有人能够揭示出真相这也是为什么刘欣啊无论如何你也赶不上吹死的一个原因我们认为这场辩论上到今天才真正结束了好这就是今天的节目我们会随时关注全球最新的进展给大家带来第一时间的点评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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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